演员张静初因电影《我的影子在奔跑》入围金鸡奖提名 面对月底就要举办的颁奖典礼 张静初可是一点也不紧张 能够去看这个电影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片子和这个角色能够被提名 我还是有一点点意外的 我觉得既然会被注意到 因为确实是很小的一个片子 然而当今像杨采妮、赵薇等女演员 都迈向导演之路 演员优则道 对于女演员纷纷转向导演的这个趋势 张静初曾暂且没有打算 没有具体的 都还在 其实还是会以演戏为主 那至于自己做导演的事情 可能还是有特别有意思的项目 然后足够成熟才会做 张静初想先累积自己的实力 不急着迈向导演之路 也算是女演员当中相当小心谨慎的了 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